我们可能常常听到自己或身边的朋友为了减肥而开始跑步 然而跑了一阵子却发现虽然初期的时候的确减少了一些体重 但是过了一阵子以后体重都没什么改变 即使加强了分量,跑得更久、更远或是更快 但是体重却没有明显的下降 为什么跑步不会瘦 每当跑完步的时候运动的手环都会显示我今天又多消耗了好几百大卡的质量 这些消耗的质量不是应该能帮助我减重吗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要从非洲南部坦上尼亚的哈杂人开始讲起 哈杂人是目前世上少数的狩猎采集民族 人类学家利用含有氢的同位素的水 精密测量了哈杂人在每日的能量消耗 他们发现虽然哈杂人每天在烈日向必须奔跑数十公里来狩猎或采集食物 但是哈杂人的成年男性每天所消耗的热量 跟住在已开发国家的成年男性没什么差别 大约都是每日2600卡的热量消耗 而女性则是1900卡 科学家不得不承认 人类的体能活动竟然跟能量消耗没有什么相关性 平均来说 缺乏运动的沙发马铃薯每日消耗的热量 只比进行中度运动量的人少200卡 更重要的是 虽然活动量越大 所增加的热量消耗越频缓 每日强度活动最高的人 它燃烧的热量跟中等活动的人是一样的 这种违反直觉的状态是怎么形成的呢 可能的原因是人类藉由减少许多隐形的活动 来因应高活动量所需的热能 因为为了维系生命所进行的基本身体活动 用去了我们身体大部分的能量 而激烈的体能活动会迫使身体省下这些活动的耗能 让我们可以进行激烈运动 却不会增加每天的总能量消耗 事实上 这些身体所减少的隐形活动 可能就是运动最大的益处 例如运动可以减少身体的慢性发炎反应 还有降低雌激素的浓度 这可以帮助你有更健康的心血管 并且降低某些癌症的几率 但如果你的目标是减重 那饮食控制会更有效果 来说结论 运动可以帮助你留住健康和活力 但减重效果却没有你想得这么好 这不是你不够努力 而是人体在演化中所得到的设计 就是这样 那是人体在演化中所的掌握